主春奴 今年2月初澳門政府重新向博彩中介 就轉馬數的佣金徵收5%稅項 令業界對生存空間憂心忠忠 新成立的澳門博彩中介人專業協會 今年2月6日就博彩中介佣金的稅項部分豁免事宜 曾經寫信給澳門行政長官 希望賀一誠、誠哥可以根據以往相關法規 繼續豁免中介佣金稅率40% 近日收到澳門博監局的回覆 博監局指出舊有法律經修改後 有些內容的立法方向和意旨已改變 因此澳門政府經綜合分析 認為目前未見具備條件豁免有關稅行 即是No Way啦 即是沒得減啦 當中有提及 舊博彩法之中 原本規定博彩中介給予賭客的各種成本費用 例如以往貴賓廳會提供的交通津貼、酒店房餐、飲券等等 基於公共利益 澳門行政長官可以批准全部或部分不納入該稅項的範圍 不過博監局指有關法規已經廢止了 沒有了 而新博彩法並不具備上述法律依據 所以現行法律下 博彩中介佣金稅項應該是成批公司支付給博彩中介佣金的5% 換言之 行政長官未有豁免有關稅項 沒得豁免 不過有業界指出 澳門政府收取5%佣金稅 將會進一步打擊博彩中介業 因為收稅後 只剩下小部分是中介公司的收益 利潤非常微博 有些可能擔心蝕錢 另外由於博企經營的公司廳並不需要繳交有關稅金 加上博企給予賭客的各種食宿餐飲優惠更多 令公司廳更具優勢 博彩中介市場競爭力被削弱 公司廳將會逐步蠶食中介客戶 所以令博彩中介生存空間更加狹窄 博監局今年發了36張博彩中介牌照 聽說只有8間開了 其他應該都在觀察 看定些再算 有生意就做 如果沒有生意 可能有些廳主去外國做 好 今天集體會先約得上 之前我的輸入片 什麼字圖以為嗎? 多謝你支持